相较于台湾下半年的车市 正要热血喷发 中国呢 中国最冷的寒冬才要到来 我们知道中国消费力销轰 还有他们产能过剩 结果你看到了 比亚迪内卷杀架还没杀够 最近又齐席宣布 发动新一波更凶狠的杀架血战 已经杀到六亲不认了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看到了包含冰市 包含了保时捷 就成了最大的苦主 更惨的是 我们本来觉得 唯一可以逃过这一波杀架血战的 中国最大的服药玻璃 逃得了中国内卷 却逃不过美国的调查搜索 中国之光 难道都变过去世了吗 它会不会变成下一个华为 这个接下来这个议题 对中国车市来讲 真的是雪上加霜 因为老实讲 价格如果不断地往下杀 到最后很有可能会赔本这些东西 都有人做得出 我举一个例子 像比亚迪 比亚迪在过去在全球的车厂里面 事实上他确实用他的这个所谓的车子 打垮了很多这个车市 就没有想到他现在旗下一个方程爆气车 也宣布就说 他有一个爆五的这个车型 现在要降价 本来是从28万到35万人民币左右 全部大幅度降价 这个5万块人民币 将近20万台币的这个价差 那你知道其实他爆五的车型 之前去年推出以来的时候 他也不过去年11月的时候才刚上市 那个时候一个月月销量将近都有3000辆左右 超过 结果没想到从今年4月以来 连续三个月的销量没有超过3000辆 他现在因为这样而紧张 就告诉你讲说没关系 我就把价格降下来 希望大家来买啊 所以不降价卖不动 但是降了价 后座力又这么大 变成紧没包 拿不揉 比亚迪还是绝境杀到六亲不认啊 而且这个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自己本身 在卖的这个车市里面 他连在泰国市场 你知道泰国市场对全球来讲 尤其在亚洲地区 被称为叫做全球战略中心你知道 东方底特律 很多车都在那边做最新的上市 结果没有想到比亚迪 他2023年1月的时候 在泰国上市一个ATTO的 这样的三的这个车型 他那时候是定价是109万多的台租 换算台币也差不多在110万上下 我们就用最简单1比1的概念来比 结果你知道吗 他累计到现在为止 已经降价了四次 等一下再多久的时间 两年不到已经降价四次了 如果我们以车改款来说 大概以四年一大改 两年一小改 没错 那你今年才一年多的时间 你降价 现在售价只剩下台币不到80万左右 而且你看 那你会觉得说 你现在跟我宣布再降价 我如果是前两天 前三天买的 我就衰吗 那当然不爽啊 我跟你讲 比亚迪做到什么 他说他的泰国经销商 就宣布这样子好了 我现在这一波有降价了 7月18到8月份 你这些买车子的 我一样退给你泰铢5万块 就将近退给你5万台币 那就代表什么 你前面先买的 我也一样把价格退还给你 那问题是他会不会再冲击到其他 包含到二手市场 或其他的车子 全部都被这个价格战给打乱了 冲击效益已经全面发生 刚刚去形容说 这看不到镜头的内卷血战 已经杀到六亲不认 我们先来看看 在中国的宾市跟保时捷 直接就变成了最惨烈的受害者了 而且你看 这一波引起这个价格战 都是中国大陆自由品牌的 这些东西 可是当你选择性变多的时候 对消费者来讲 我干嘛一定要买你外国进来的车子 所以你看我们讲说 欧洲品牌像宾市 它的Q2的营收 已经是年减4% 净利居然年减16% 而且再来就是什么 影响到它的财报的预测 前年财测下修到10%或11% 也就是将近一成左右 是这样是受到影响 那这个当然影响到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整个的车子 从燃油车进到电动车里面去 可是电动车因为在过去 大量的生产完了之后 现在出现一个状况 叫做需求低迷 还有一个是因为中国车市里面 自己本身竞争非常非常激烈 甚至连所谓的供应链 都产生问题 那我们刚刚提到像宾市 还有一个宝石杰 宝石杰在台湾 也都是非常高端的这个品牌 没想到它上半年 在中国大陆的营收 也年减了4.8% 甚至营业利润 现在估出来是年减20.5% 将近这个所谓五分之一的 这样一个利润 全部都没有了 那你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 中国市场对它来讲影响之大 它原先全球交车数量 已经有到年减6.8% 没想到在中国这个地方 上半年的销量 居然减了33% 所以它现在已经开始 把全年的营收的部分 已经往下调了 现在预期是390到400亿左右 这样欧元 但你知道它原先估到 将近原先预期 它觉得可以 我可以赚到420亿左右 这一来一往差了20亿的 这样一个差价 实在太可怕 一个匪夷所思的是 包含了宾室 包含了宝石 它的课程定位 跟比亚迪并没有严重重叠 都被杀成这样了 那你想想看我车子 其实好像车室的买卖 如果变少的话 那代表的是 我的零件商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对耶 你这个杀价的海啸 就会一直往上游 一直堆叠过去 最后上游就会感受到 你已经砍价 砍到我这里来了 是啊 而且你看一辆车子 大概最少几万个零件 要去组成 没错 所以韩国媒体就说 中国汽车价格战 事实上已经让 这个所谓的零件商 遭到倒霉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第一个 大型汽车零件公司的主管 他就讲说 你今天来跟我买零件 你希望我降价 为什么 因为我的售价 已经变更便宜 所以买家是希望 降20%左右 但是他就讲说 我供应商自己 本身也有利润 对不对 我的利润也不过在12%而已 你跟我讲 你要再降20% 我现在赔钱做出来卖给你 我不是傻子吗 所以这个地方 第一个很难达得到 第二个是什么 因为在卖车端的部分 或者是坐车端的这一块 他因为车辆销售比较少 所以他现金要拿进来 他的钱赚的就少 所以以前像我们都会讲说 你有票的时间 以前付款周期是三个月 现在居然要延长到九个月 那你想想看 我能够收到的钱 我本来这个月预计能够进来了 我要再往后延六个月 那这代表是我的现金流 跟我的整个资金的调度 我要再增加六个月的准备期 我们刚刚提到说 恒大汽车两个子公司 遭到申请破产重整 会不会接下来换零件商 也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 我也周转不过 我也要申请破产重整 所以这一波遍地风火 谁能幸免 除非你够大 市占够强 但现在没有人是局万人了 这有两个例子 事实上也比较特别 第一个叫做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是全世界 到目前为止算做电子 植扭耳都第一名 没人敢说他在宁德时代前面 他2024年的半年度报告 居然告诉大家讲 他的净利有228.65亿的人民币 而且刚刚我们提到说 年减多少 没有他年增加10.37% 所以他平均一天 可以赚五六五亿多的台币 另外有一个 你可以看得到说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2017到2023的时候 他的全球市占是七连霸 难怪 也就是说我今天市占我是老大 今天市场是我在喊的 我说了算 你内卷卷你的 你不买 其他后面排队要跟我买 除非你不要用我的 那你不用我的 你怎么去跟别人竞争 所以第一个他用量的部分 去制衡他的价格 以前我们讲乙量自价 是说我便宜卖 但是我卖得多 他说没有 我的乙量自价是我的量大到 我的价格就这么易 所以我要赚钱 不只是这个宁德时代做这些 还有另外一个叫福耀玻璃 福耀玻璃在2024年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他的整个的财报 半年度报告 他的营收年增22%左右 净利也年增24%上下 如果扣掉这些人 你会发现到 他跟这个宁德时代一样 不能讲人家嚣张 一样有底气 为什么 他的全球市占从2001年的时候 那时候才2.6% 他到2023年的时候 已经到了30% 有三成的人 要买玻璃要干嘛的 全部都要跟福耀买 他在中国的市占率 居然达到65% 所以就是个字 大者恒大 福耀玻璃 差得亮晶晶 业绩也亮晶晶 他们都可以幸免为难来 这个要从你 你要看你从什么角度进来看 因为福耀在过去一段时间 他也把他生产的重症 往美国这个地方去搬 结果没想到 最近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国土安全部 跟一些执法单位 26号的时候 居然在画面上面所看 他们去搜索 所谓的宁德 这个福耀玻璃 而且当时是对 二亥二州 这里面有28个 工厂 办公室 展开突击检查 他们怎么了 为什么被查上 你知道吗 这个福耀玻璃 当时被人家查上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奇怪 说你怎么会去查 这个福耀玻璃 他也用了很多的劳工 结果没有想到 居然罪名是说 疑似涉及到金融犯罪 洗钱 剥削劳工 还有潜在的人口贩运问题 这些都是很严厉的罪名 所以你刚刚在画面上面看 不是有这个车子被拖走 你知道吗 他们居然 怀疑就说这个车子 是不是就是疑似 你在用这个非法劳工的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有六男一女 直接就被人家疑似上靠 就怀疑说你是这个 是这个所谓的黑的 这个劳工 可是他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福耀玻璃当时 进军美国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的故事居然被拍成电影 你知道吗 他是美中合作拼经济 典范中的典范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当时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美国工厂 事实上福耀玻璃 他是怎么进军到美国去了 你知道吗 他其实买下了人家 那种废弃的工厂 然后就把它改建完的时候 变成是我的生产作业机会 然后创造在美国的就业机会 没错 你知道我们对美国人来讲 包含美国总统或那些 他们对于就业机会 尤其叫选票的时候 对 当年我们怎么买到F16的 是 也是为了要促进 他生产线重开 对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福宁啊 他们那个福耀玻璃 他们进入到这个美国去的时候 被视之为叫做中美合作的高度指标 你知道吗 那个2019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担任制片人 叫欧巴马你知道吗 哇 请到这么大咖的啊 他担任制片人 那个时候首部的纪录片处 的时候大家会觉得 哇天哪 这个真的好棒你知道吗 结果没有想到 原先故事是讲说 中国汽车玻璃啊 他们这个曹德旺 就是这个福耀的老板 他是如何进入到美国市场啊 然后改变这个所谓的生态啊 然后从这个 大家可能不是很知道的 变成全球知名 而且他非常的政治正确 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是什么 川普在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 美国优先 只有帮美国人创造工作机会 才是我们的朋友 那谁第一名 就是福耀玻璃啊 你讲口号 怎么要有实际的东西 不然你口号喊成那样 我又得不到有什么用嘛 那所以你知道吗 你刚刚提到政治正确的这件事情 那个纪录片还得到 92届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顺风顺水 那问题就来了 我刚刚讲了一个说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他去查这个所谓的服药玻璃 可是你知道对美国来讲 他不是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联邦政府啊 跟所谓的地方政府 理论上面来讲啊 这个所谓的服药玻璃 他位在恶害俄州这个地方 应该是归州政府来管 结果你知道吗 是不是因为说 他其实跟美国高层啊 政界这些关系也都良好 所以这一次很破天荒 是由美国国土安全部 自己直接下来查 跳过了所谓的州政府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今天连美国国土安全部 都会直接对企业来进行 所谓的搜索跟调查 而且罪名你说真的非常非常重啊 这个要到后面验证 但大家在想 你大成这个样子 华为当时也是很大 华为在对全世界来讲 都告诉大家讲说 我也严重冲击到美国 你相关的这些产业 会不会让服药玻璃 成为下一个华为呢 台湾车是非常的生猛 活跳跳 同一个时间 你来看看观众朋友 再过几个小时 欧盟即将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 祭出了史上最重的关税 将近40%的高关税 就问了 中国电动车有在怕吗 你们看刚刚公布的 全球第二季的电动车销售 比亚迪照样是高居榜首 但这频道我们看进去才发现 哇 这个荣光的背后 是中国经销商用血泪堆出来的 为什么 我境内已经卖不动 如果欧盟的高关税 又把我的出口 重重打了一拳 那才真是麻烦大了 没错 现在中国的这个电动车 在全世界 几乎尤其是欧盟这些地方国家 好像被视为一个公敌一样 今天7月5号开始 欧盟就要把中国制造的这个电动车 调高进口征收它的最高 达到37.6%的这个关税 那进口关税这样子调高 那你无疑的本来对这个欧美市场 电动车 尤其是以比亚迪 BYD它的这个就是价格 就有非常低价的优惠的竞争力 那你调高了关税 那它就不能用价格低优惠来 这个跟其他的这个同业竞争了 而且现在出现它的一个问题就是品质 从中国大陆内部传出来说 因为内卷的厉害 价格的竞争 是不是导致它电动车 有一些这个材料偷工减料 导致它的车子性能不如以往宣传那么强大 你看 蹦的一声 这是一个追撞 在公路上追撞的画面 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就是它的这个比亚迪旗下的一个品牌 腾式电动车 当时在跟这个想要买车的车主说 你把这个手放开 他有这个智慧驾驶的这个功能 我们常在台湾也很看到这样的画面 结果其实当时车主还呼吁了说 真的放开 你放开不要动 真的还放开啊 不抓着啊 不要动 结果他说前面有白车要撞上了 你不要动 结果他说真的不动啊 你踩煞车 哎呀来不及了 叫他踩煞车之后 说时时那时快 他已经撞上了人家的屁股了 你可不看到那个副驾坐的那个人 整个爆头 哇你真的要让他撞上去的 等一个港区结果 搞一个四脚朝天 再来 这一坨浓烟 真的是让中国电动车要展现实力的过程 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这个是在中国大陆的山东 他的一个高速公路上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 整个黑烟冲天啊 好像这个烈焰啊 这样非常的这个火是很大 那这个是到底什么火烧车吗 结果后来凑近一看 原来是这个一辆啊 这个连接车 它上面大概有两层 载着满满的电动车 没有拍进 没有看清楚是哪一种电动车品牌 但是呢 才上路没多久 开到这个高速公路上 就不知道哪个环节出差错 开始迎燃了熊熊大火 那整台车上面 运载的这个电动车新车啊 几乎全部烧毁 那我问你 看这个现场 大家共同的疑问是 请问第一时间那把火 是由全新的电动车 莫名其妙烧起来的 隐然的还是负责载 运他的长长的连接车 烧起来的呢 那当然是他全赛所在的 全新的电动车所引来 天啊 因为刚开始凑近一看有些照片 拍得比较清楚的是 一开始是上层的那 那几台电动车烧起来 下层还没事 对 然后载他的这个货车 大货车这个连接车也没事 结果后来大家就想说 哇 你新人员车过剩 很多网民就很酸啊 也不是这样子烧的吧 你可以把它卖掉 或者怎么样 捐给人家送给人家 你就烧掉了 新人员车不是有很多的用途吗 难道烧毁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这个电动车 在高速公路上烧毁 也是最近几天在网路上 成为热搜的话题 那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男生 他们在实测 实测什么呢 有一个男子了 他是电动车车主 他就坐在这个电动车里面 对 他说我的这个电动车啊 竟然可以陌生人站在车外 都随时可以控制我的车子啊 不信你看看这个女生 他说车窗打开 这个女生这样子喊 他车窗都打开啊 就像一只狗乱认主人一样 等一下 男生才是车主 他在车上待命休息 那个女的只是路人 喊一下说车窗打开 就内部车乱认主人 真的把车窗开了 那个语音遥控 就真的把车窗打开 他在外面都听得到这个女生 陌生人的这个讲话的声音 然后夏子丽 再过几个小时 也就是在欧洲时间 7月5号 开始要实施将近40% 他们史上最重 针对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关税 大大要砍下去了 这一砍砍下去 中国电动车有在怕的吗 看起来中国电动车似乎不怕 但是其实他骨子里是挫了一蛋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你看全球的电动车 今年的第二季的销量 还是一样比亚迪居冠军 然后第二名一样是特斯拉 那前面的这个两名 一定是比亚迪跟特斯拉 尤其是比亚迪 他占了这个第二季的销车量 98.6万 你看快要将近百万辆 年增率40% 而且光是那个寄增率 也增加了57.5% 那可是中国的这个汽车业 他面临的这个问题 就是内卷 我刚刚有讲价格的竞争之下 那价格大竞争 它是状况怎么样 他几乎把它推给经销商 车商把这个车子 因为你现在你要这个销售量的数字那么华丽 那背后的原因就是全部交给经销商去 你看经销商一大堆面临利润下降的这个困境 这些全部都是经销商的车 那经销商逼不得已 他就如果他卖不到欧美的话 他就卖到这个中亚地区 或是把这个价格再往下降 否则你要经销商去苦吞他的血泪 那不就成就了车商吗 今年三月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新款的CAMELINE 中国叫做凯美瑞 那它的售价就是来到17.1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76万6千块台币 今天降价了 降到了12万人民币 你看从17万降到12万 已经足足少掉了5万多块人民币 53.9万元新台币就有找 过去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凯美瑞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节目 那个在跟大家讲的就是CAMELINE 他在这个中国也是被视为 他们中年男人的这个神车信仰 你拥有他的这一台CAMELINE 而且当时有些地方官员 也都喜欢要求要指定买这种车款 那等于一只脚就踏进了这个小康的社会 所以拥有了CAMELINE 就拥有了身份地位 那没有想到现在降价 降到这种程度 那不只这样 你以为是流血竞争的只有Toyota 他们中国的这个国产的凯美瑞 还有HONDA HONDA在中国的合资公司 广汽本田 他近期也宣布说 他们要降价6万块人民币 只要9.98万人民币 大概44万台币 50万以下就可以买到一台了 而且他跟Toyota的这个COROLA CLOS 在中国的优惠价格一样 结果COROLA CLOS 他是降3万块人民币 所以他降6万块人民币 接着两边都互相降价 你看你降3万我降6万怎样 然后就是这种价格流血割喉战的感觉 内卷卷到了一个极致会怎么样 来我们看到内卷的极致在这个地方 保时捷最知道啊 保时捷一般我们都认为说 哎呦豪车哦超跑 都会觉得说没有三四百万买不起吧 可是你看看中国保时捷 原价258万新台币 现在降了60万 也就是说你不用200万 199 200万还有找就可以买到 相当于打7.7% 太夸张了 中国的消费者当然趋之落物啊 太夸张了 这个保时捷不到200万台币就可以买到 其实不夸张对不对 因为你不打折 根本没人买啊 因为今年前五个月的销量 它比去年同期暴跌了四成以上 你看到没有 十台车以前还可以卖到五成六成以上 结果今年暴跌了四成 而且只卖出两万两千多辆 也成为保时捷 它在全球市场当中 几乎它的销量都是稳定成长 或者是要不然就跟以前一样 它中国市场是它唯一下滑的市场 所以我说内卷到各种品牌的车 都跟着这个价格寄出割喉流血站 你能说它的电动车 没有受到欧盟这个寄出高关税的影响吗 绝对冲击很大啦 中国电动车现在正陷入了跟欧盟拿起了关税大刀互砍 来告诉我们谁会伤众倒地 最后先举白旗 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丁薛祥 18号特别一趟路到整个欧洲去 为什么呢 据传这次欧洲对于整个中国的电动车 是偷打一刀 发生什么事呢 之前案排已经说好了 25%上下 我们就之间彼此谈好 彼此之间我们就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俊相哥你知道出来多少吗 多少 38% 38%如果再加上原本磕的 不就快50%了 所以现在呢 中国他们就说好 既然要玩 大家来玩 北京也要反制了 北京就说 我们中国14亿人 刚刚好很多都是专门买你们这些欧洲 1A2B大排气的汽油的整个所谓的汽车 这些高档汽车各位都知道 很多都是司机开 大老板坐在后面嘛 现在呢 你要提高我们电动车的一个关税 我也要提高你们的一个关税 结果双方一谈之后 整个欧洲气都虚了 为什么呢 原来中国真的买很多啊 2023年中国气进口25万辆的排气量 大于2.5升的一个汽车 简单的说就是台湾说的豪华房车 这些豪华房车大家突然间发现 天哪 单单中国人就买了25万辆 占了整个进口值的32% 最简单的说 欧洲整个向中国出口了19.6万辆的高级轿车 这些高级轿车未来也要加税 焦点挪到了欧洲杯 我们来看到 刚一路看下来 中国电动车在欧盟卖进去 处处被针对 现在关税到处准备砍下你 可是为什么即便被针对 他还是要砸大钱 你看比亚迪 我们圈钱在这个地方 居然在C位最重要的广告位置啊 全世界大家最喜欢的球类叫足球 哇 大家真爱看 欧洲杯四年才一次哦 他是跟世界杯跟美洲杯并驾齐驱的 是 大家突然间回头一看 目前在德国所举办的欧洲杯的一个足球赛 怎么全部都是中国电动车的一个广告啊 而且呢 他们的手笔都非常非常大哦 都绝对让你看得出来 刚俊佳哥就跟你说了 BYD 这个不就是比亚迪吗 想不到欧洲杯的赞助厂商 总共有13家最大型的一个公司 对不对 中国就跟你说占了五家 代表什么呢 我中国市场够大 我中国广告预算也敢下 这代表什么 欧摩的市场太甜 太好赚了 有多好赚 对于中国电动车来讲 这是绝对不能丢失的一块肥肉啊 没有错 我们来看比亚迪哦 比亚迪目前这条叫Steel U 这个简称叫做海报 海报呢 大家一看哦 哇 怎么买一台车 台上买 欧洲买 差这么多 欧洲卖一台车的利润是 一万五千四百块美金哦 这台车哦 在中国卖一台才赚一千四百块美金 所以各位去想哦 一台车千里迢迢从整个中国运到欧洲去之后 它居然获利整整接近十一倍 各位 这个来回 一来一回接近十一倍 那很多人就说 好吧 就算你加征百分之三十的一个关税好了 比亚迪在欧洲的一个利润 仍然比中国高出五千块美金 当然也全球哦 电动车全球化的这个商业竞争啊 台湾没有办法倖免 刮起这个风暴的核心中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中国啊 对没错 我们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 比亚迪当然是席卷全世界的这个 中国低价车款的这个风暴之一 那当然啊 最近大家都说 你比亚迪有没有到美国去发展啊 最近这个比亚迪的这个美洲区的执行官李柯 他就说 我们没有要在美国销售的这个状况 但是我觉得他是在打马呼掩 他所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要直接在美国来设厂 但是我们可能会卖进去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我们讲他的动作 嘴巴说我们不要相信 我们看他做什么 他最近在比亚迪在墨西哥 推了一个电动皮卡叫Shark 鲨鱼 可是就像你仔细来看啊 你不觉得他外形啊 两种似曾相似 这好像很眼熟 这好像在美国会看得到的车 那到底什么车 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是比亚迪的车子 这是福特的这个电动车 你觉得他两个是不是长得很像 不像一模一样吗 对 没错 所以人家就说 原本你就是锁定美国嘛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这台车 就是这个福特的这个 这个F150 F150来说就是 中国美国卖最好的电动的 这个皮卡车 的皮卡车 好那事实上 他在5月14号的时候 他这一台这个Shark 长得很像福特的车子 他在全球首发 那首发来说 他当然 为什么在墨西哥呢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 墨西哥跟中 跟美国中间 他们是自由贸易区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在墨西哥卖得好的话 搞不好到时候 就可以引进到这个美国去 我是墨西哥品牌 我是墨西哥生产 我不是比亚迪啊 所以才说 这个其实是比亚迪 打了一个算盘啊 所以口贤体正值吗 你看 没有计划在美国销售 可是 我在墨西哥 直接墨西哥免关税 我也照样进去了呀 对 没错 好那为什么要推皮卡呢 因为美国人爱这笔啊 我跟你讲 事实上 居然你知道吗 美国就说美国每天可以卖出6500辆的皮卡车啊 一天啊 一天哦 对 那平均一个州来说 可以卖出130台一天 好那尤其是这个 2023年的福特的F系列 就是这个系列来说的话 他卖了75万辆 年增14.8万 那美国汽车 其实大部分是没有成长的哦 所以就卖到怎样 卖到连这个美国的 The Drive的这个 这个驾驶的这个杂志 汽车杂志都说 这个是Shocking啊 他非常震惊 那其实也不意外 一语双关 对 其实也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这个 这个所谓电动皮卡来说 在美国 美国很多 这个州非常大 他们卖得非常好 所以你看 比亚迪推出这个车 你说他不是为美国 不然是为什么地方呢 所以我问你 所以今天比亚迪在墨西哥 在这个地方 发表的鲨鱼 会不会油啊 油真的油进了美国 有一件事情 大家都在问 事总给大家解答 明明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 贸易壁垒的围墙越足越高 照理讲 大家就产不高 水不流啊 没想到中国 卖进美国的东西 越来越多赚的钱 越来越多 为什么 对 没错 这个中国还是可以用 很多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好 美国目前为止 封锁来自中国的东西 但是他们封锁来自越南的 没有啊 他们封锁来自 这个所谓的墨西哥的 没有啊 而且还给他们非常多的这个扣打 对 那中国很简单 我就把东西输到越南 输到墨西哥去 你产定 对 然后再卖到美国去 你能怎么样呢 对好 所以我们跟你讲 事实上这是杂志整理出来 你看 这是中国近年出口到墨西哥跟越南 你看越南直线往上升 墨西哥也直线往上升 尤其是韩国媒体说 中国经过墨西哥 然后出口到美国商品 2018年是53亿 然后到2022年 已经增加到105.5亿 也就是说 事实上 中国自然可以想别的方法 进入你美国市场 我早上还是可以 赚得非常多的一个状况 所以万二的补贴 中国就是竞争力来自于政府的补贴 你造车我就补贴你 最惊悚的例子是 从棺材爬出来都要去你补贴 对 僵尸复活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这样照理说 你补贴补贴的限度 如果你有竞争力 跟你补贴 那OK 可是如果搞到他都破产了 比如说 像2019年的时候 中国削减这个电动车的补贴 特别是微型电动车 结果有一个叫做 资斗的这个汽车 他其实卖的车都非常可爱 但是卖的不好 然后又破产了 破产的时候你说 你要补贴就算了 这个就算了 我们就补贴别的 可是中国不是这样想 资斗里面有多少员工 如果真的没有补贴 他员工会失业 那这样我们补贴你 所以他就从棺材中间爬出来了 僵尸重新复活了 那复活了之后 他现在怎样 4月18号要推出 全新的车款 就是这一台 彩虹啊 哇 也是非常可爱 多少钱啊 跟他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他的价格 约莫是在12到18万台币 然后你续航能力来说 有205公里 你说真的当成买载车都OK嘛 可是你看他又从 这个僵尸发现 那这个又是继续在杀架 所以才说 中国的杀架好像杀到这个 大家完全都没有停止的那一天 观众朋友 Luxian M7 四月交车一支独秀 现在对手出现了 我们现在看到千呼万唤 MG4 传说中首款的国产电动车 六月就要来登场 对标当然直指M7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还不止如此呢 除了MG4 除了M7之外 台湾又多了一款神车 X-Trail 油电版 唯一号称 没有充电桩焦率 这一款车一上市 就接单千辆 哇 那下半年的台湾车市 会有多精彩啊 这个不只精彩而已啊 你光看人家财报你就知道 真的如果车子卖得好 你的财报就会好漂亮 你知道吗 玉龙旗下的中华车 公布Q1的每股存益 EPS 是到了2.29元 包含玉日车首计的EPS 两块钱 事实上跟上次来比的话 年增是55.6% 那我们就看到 你刚刚提到说N7 因为它在这个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开始大量的交车了 对不对 结果玉龙跟鸿海 合资的这个红华先进 因为交车的这件事 四六月的营收 居然比去年同期大增 百分之2141.6% 21倍啊 开花啦 这个不只开花 而且我跟你讲 它现在等着要整个结果 要采收了 但问题是 你要有好东西 好的果子 你才有办法 现在呢 很多人就讲说 哇 你看哦 经销端已经传出来 讲说中华车 首款的电动车 MG4 要在六月的时候登场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其实哦 它这个所谓的 这个之前的 这个MG系列 很多东西 它其实都是在这个嘛 就是油车的这个部分 你要走纯电的EV 那价格呢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这种嘛 结果售价 预计要压在百万之内 甚至有可能压到 九十万左右 那不是比N7更杀 N7现在号称是 最便宜的国产电动车 哇 对手来了 这不是我们随便喊价钱的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上汽窑 就中国大陆的上汽窑 他们之前也推出了 所谓的MG4的EV版 但问题是你知道吗 它的冠军版里面 才卖十点九万人民币 你如果折合台币 将近差不多五十万而已 你跑到台湾这边来的时候 你再怎么给你加这个价格 你会加到多少 所以为什么预估 有可能在百万以内 就是你今天在大陆 卖的那个钱 你乘以二好了 也都比现在一大堆 这个电动车 来得便宜 我用一句这个网路上的话 这叫做屌打 把你整个给打垮了 而且你知道吗 不只是MG4 现在在智慧财产局这边 MG7也已经开始进行注册了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 它现在主打叫做四门轿跑车 以前过去我们在看 这种所谓的电动车 你如果售价要压在便宜的话 通常配备外观 大概都不会太好 因为你卖的便宜 我干嘛找设计师去设计 但是你现在看看这个 电动车 有没有看到 这是在某个知名批牌的车子里面才会有 时速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小车会自动升级 而且你看它还做分割出来 但重点是什么 你说它这样的车子 6.5秒会完成破百加速 所以这个贴配感它是有的 我跟你讲 我讲到这里 天哪 那一台要卖多少钱 我跟你讲 在中国大陆售价11.98万人民币 差不多折合台币 也是52万多啊 那你总是台湾现在人喜欢什么 休旅车 休旅车 我跟你讲 你上线站也告诉你讲说 我们它有一个热卖的车款 叫X-TRAIL 那这款现在告诉你说 我的E-POWER系列也要进来了 电动车款 我要走到这个所谓的电动车款 而且我觉得以前 事实上大家都会听到很多的车系 都用英文代号或干嘛的 它现在没有 它告诉你说我会帮你取好听的名字 像它现在这个就叫什么 鉴赏家的这个版本 重点是什么 它去年首批配额是600辆 你知道吗 一开卖就卖光光了 那它原本只有四驱 就四轮传动的这样一个 车型的售价是151万 但是问题是呢 它现在开始冲 两轮传动的了 就2WD的部分 我也要送出去 那你想想看 四轮跟二轮 基本上传动系统是不一样的 那售价就会更便宜了 所以如果它四驱是152万上下 那你送2D会怎样 而且呢 其实以这个所谓 你上E-Power来讲 他们其实都主打什么 他们主打很特别 你买电动车 你会有里程焦虑 对不对 你会担心充电的这个问题 还有充电桩焦虑 你找不到充电桩 我觉得你上在这边的 这边的行销很厉害 你知道 它说你是不用充电的电动车 电动车不充电 你怎么抛啊 这就很厉害了 对不对 而且其实老实讲 就是一种回充的这个技术 但问题是呢 你说你嘴巴讲 客人买不买单 你知道吗 欧洲一年半就卖出了10万辆 所以什么叫做 不用充电的电动车 我就是去加油 透过这个燃油的 再像你讲的 回充到它的电池 边开边充电 难怪我都不用去担心 我找不到充电桩 好啦 这个是我们看到X-TRAIL 这一台也就要152万 那现在的这个X-TRAIL 再更小型款的 现在也蠢蠢欲动了吗 其实消费者都是精打细算 你要跟我讲说中大型的修旅车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们家就没车 那没就是我停车位很小 中大型我也用不到 我就两人世界 所以他现在把另外一个 热销的版本KICKS 他现在告诉你讲说 我原先是纯油版 现在没有 我也要出 我这个也是E-POWER版 而且之前推出的时候 只有单一的车型 售价当时是104万9 但是我刚刚讲 车商就知道说 我要给你区分 他现在已经曝光了 已经开始有什么 精装版跟荣耀版 那你这两个车款 基本上车型是一样的 但是你知道车商 其实会在哪边做一点变动 在哪里 比如说旅圈 你本来是可能18寸的 17寸的 那个轮圈大小就有点不一样 内装的部分 可能椅子的部分 我可能有八项六项 你如果稍微简单一点 售价低一点 你自己消费者去做选择 但是你知道吗 事实上你如果推出这种 按照往年过往的概念 概念来讲 你现在虽然推出两种版本 但如果售价的价差不大的时候 很多消费者反而会变成怎样 你知道我宁可多加一点钱 我选择好一点的配备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车商 他就会发现到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要推出更多种的车款 比如说 我如果在轿跑车 或者在休旅车 我又没有另外一种名词 后来新出来叫做跨界休旅 感觉上又不一样 你知道多功能一些 尼桑他现在有首款的纯电休旅 这个Araya 他现在预估在下半年的时候就要上市了 那而且你知道吗 以他这一款来讲 你会发现到 他的车型的大小也很特别 为什么 他是稍微比较大型的这一种 那你知道这种纯电休旅 他原先的目标锁定是Model Y 你知道Model Y一台要卖多少钱 可是他说没有啊 我的售价比你便宜很多 我是170万起 所以你要买贵的 他也告诉你我有贵的车型 如果你要买便宜的 我有贵 我有便宜的这种车型 他希望做到什么事情 四个字 叫做大小通吃 好 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X-Trail这个油电版 横空出世之后 谁撞在蛋 马斯克撞在蛋 谁在那边暗爽 丰田在暗爽 来告诉我们 今天这样的一个油电大复兴 带来车市的冲击效应在哪里 其实你刚刚看到玉龙 你上他们的财报很漂亮 对不对 但是对于纯电的这个始祖特斯拉 我告诉你 这个马斯克的脸一顶就很臭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Q1销量现在是不如预期 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进行这个检讨之后 居然认为说 这个电车之所以卖不好 是因为油电车抢走了销量 是吗 你刚刚讲说号称不用充电的那个充电车 基本上也是因为油电这样混合式的这个复合动力 你知道吗 因为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在美国油电车的销量 很多人觉得说美国应该都是走很多电动车 因为他的电动装大量的设置 没有 他的电动油电车的销量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但是电动车的销量只有增加百分之三而已 优费消费者趋之若鹜 是啊 所以呢 这时候你刚刚讲说会笑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特别提到丰田 因为丰田从一开始主打的策略 就是我推油电车 还被人家笑 还被特斯拉笑 而且油电车其实一直不断的在改进 以前最早期的油电车出来的时候 电子是辅助你发动的那一瞬间 因为发动最耗油 所以你会看到像早期我们也有买过 Toyota的这个油电车 它只有在启动的那个瞬间帮助给 而且电池很大颗 但只能撑三分钟 它还解释说三分钟的原因 是因为台湾的红绿灯差不多也了不起是这样 但问题是现在开始它的电池的部分 它能够行驶的里程就越来越长了 所以原先这个所谓丰田 他们其实在归估 已经在估说电动车的这个车市市占率 最多只有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结果没有想到丰田今年的股价 居然飙涨了百分之三十八 特斯拉却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七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对这个Toyota来讲 它当然要推出一个既然市场买我单 那我就要推出能够符合市场想要的产品 结果你知道一金突起也居然是这个Prius Prius不就是它从头到现在 我们讲到油电车 Toyota的那张名片就这一款 你知道吗 这一款虽然你讲说它推出有一段时间 而且你现在画面看到 它现在推出这个PHEV 没有想到它的第一季销量成长 居然是百分之一百三十八点六 你知道还被这个所谓的 美国环保团体能源效率经济文会 评选说要讲环保车的话 我告诉你它是第一名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早期你在看Prius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 它的造型也没有特别的漂亮 它空间是很大 但是轮值小小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有很多种的考量 但是我现在边讲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Prius现在它告诉你说 我要走其他车系一样的方式 推出所谓的GR版 什么叫做GR版 Toyota在这边呢 基本上就是把你空力套件上升 而且呢把你外观做一个大整形 重点是 它不是只改外观啊 你有外观啊 你哪知道也要玩啊 它居然把这个PHEV的这个动力 从原先的223p 它提升到超过300p左右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 为什么美国人会觉得说 我如果今天真实要买的时候 我不一定要买特斯啦 Toyota这一款它今天不断的在改进的过程当中 性能上面也完全都爬上来的时候 我当然可以选择这台车子啊 各位朋友朋友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来揭晓 国内四月份的汽车销售成绩出炉了 两大看点 首先NG国产休旅稳坐销售亚军 它有多厉害呢 同一个时间我们看Luxian M7 一举拿下了国内电动车的龙头 这两件事说明什么 平价化趋势全面确立 现在甚至形成了日常围剿特斯拉的大乱斗 前几天才刚刚在北京曝光的 丰田跟比亚迪共造的两款电动车 已经火速的载台注册 这是为国产登台留下伏笔吗 包含了Mazda Honda新车都倾巢而出 而且招招见指特斯拉 对没错 随着中国电动车的觉醒 这个所谓电动车这个普及化 或是电动车的这个低价化 已经成为一个时代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 日系车厂或是特斯拉 都准备要为杀价在做准备 好 我们先来讲特斯拉 这几天当然网路上大家传的最多 就是说发生在江西干中 有一个这个女性的这个驾驶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要闪避 闪避人的关系 就没想到她的车特斯拉车子 就像你看连续在空中翻滚这么多圈 翻滚这么多圈之后 大家比较惊讶是什么 周边很多车很多人都已经受伤了 结果这个驾驶 这女驾驶没有问题 她坐在上面 你看人还好好的 结果没有她的这个 仅仅受到轻伤 然后AB驻都没有变形 大家想说这个车到底太厉害 你看两个人还在那边笑 还在那边苦笑这个状况 这个对特斯拉来讲 这个不是坏事 这是最好的行销 对 那为什么大家就说 相对于最近我们在讨论 网路上不是在讨论吗 华为问界不是说 他因为这个所谓整个车子 撞到前面的时候 门也打不开 然后这个火烧车 然后烧死三个人 所以就说 很多人就说 我们的国产的华为 果然还是不如特斯拉 不过那是特斯拉 过去是这样的 搞不好特斯拉以后 品质不会那么好 为什么 因为他也准备 要给你这个便宜化 对不对 尤其是你看路透社 最近有一个消息 因为原本特斯拉 在下一代的时候 他有一个所谓的 一体化注压法 压注法的这个状况 什么叫一体化压注法 就是说他会买一个 非常大的压注机 然后压注机之后 就整台车 整个钢铁进去之后 我一次把它压注 压注成型之后 这个变成是我的车壳 这个一个状况 那因为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一体压注的时候 我没有那些所谓的螺丝 没有那种所谓钉子这样子 或是很多块 拼装而成的这个状况 我的车体的强度会更强 但是问题是 你要花很多的钱 投入进去 这些所谓的研发费用 你还要就跟意大利 因为这个压注机 是跟意大利厂商订的 你要特殊订过来 然后订过来之后 你要把现有的压注机再换掉 这个成本会增加很多 那因为特斯拉就 我要省成本啊 所以我就说 那我这样不要了 我就把这个一体化的压注方式 把它废除掉 第二个是说 他准备要裁员 裁员什么 超级充电站的团队 裁了大概500人左右 也就是说 他现在也没有要跟你拼 什么扩张的这个速度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 他也是在做未来 可能跟比亚迪中国车厂 杀价的一个准备 好 说到了比亚迪的观众朋友 特斯拉最大的逆风 后面的追赶者 其实就是中国的联合军团 你要知道 2023年的中国 出口到世界各地的车子 首度超越日本 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这个在过去 看在日本人 看在德国人 看在英国人 意大利人眼里 你哪位啊 造车根本没你的份 他现在就变成最大国了 没错 事实上去年在中国的 这个车子的出口量 是世界第一 那当然大部分是 所谓的新能源车 这个部分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目前为止 中国的能源车的 这个产能太多了 波兹金亚洲说 中国的新能源车的产生过量 一年 明年可能高达2000万辆 那也因为了 中国汽车认为说 我把它出口到欧洲 或是出口到东南亚洲 可以解决我们 国内内卷的问题 这里面来说 日本就感觉到 非常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为什么 因为比亚迪呢 从去年之后 开始的大局的进军日本 那大局的进军日本之后 你知道吗 他整个在去年日本的 整个销售量里面来说 成长了约莫六倍左右 那大概占整个日本的 这个进口的电动车 整个市场里面来说 两成都被比亚迪所吃了 一年的时间 只进军一年 就吃下了两成的份额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日本 表现得非常好 那尤其是日本去年 有所谓的日本的这个电动车 这个风云大赏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他里面来说 有一个这个海豚 还有AUTO3 两个车子呢 分别拿上 拿掉冠军还有季军 所以等于是说 他不只卖的好 他的评价也好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 日本现在害怕 如果因为日本 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对电动车 是有补贴的 他说按照这样 我们来对这个 比亚迪的电动车 我们把补贴 把它下降 那日本四月起 调整比亚迪的补助金 从18万降到7万4 那某些程度来说 他也是在怕 我你卖太好 搞不好对我们日本企业 造成某程度的 这个影响跟冲击 对啊 你要知道你比亚迪 怎么样出海去攻城掠地 你在中国也是获得补助 才出海的啊 那我也要补助 我自己的日本造车业者 像日本造车业者 最害怕的是 哪来的海豚 这么厉害 你才来一年 拿下了我们的风云榜的冠军 他们一定好好来研究一下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他的车子 比一般日本的电动车 便宜个两成到三成 而且他品质也不差 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 那你到底是怎么办到 我们到过去一段时间 事实上特斯拉一开始 在坐这个电动车的时候 他曾经去拆丰田的车 那丰田的车 也曾经去拆特斯拉的车 所以其实呢 你去拆他的车 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你对他的尊敬 那最近一段时间是什么 是日本厂商开始去拆 比亚迪的车子 那这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日经的这个BP社 他们其实是个出版社 他们没想到就是说 你看这个他们出成一本书 你看BYD 是有海报的彻底分解的 这个全体片 他把它拆得非常清楚 而且这个弄成一本书 还有弄成这个影片 他这里面来说的话 撰写了494页这个报告 因为他就说什么 你为什么能够 这个为什么能够卖得那么便宜 这个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知道 他这个报告里面 还卖得非常贵 那除了这个报告之外 自然丰田也是 我们到丰田汽车 他也去把他不只是拆 不只是拆一台车 因为这个日经BP社 他是拆了这个海报 但是丰田他拆什么 汉 唐 海豚 还有原Plus等十几辆车 全部都把它拆掉了 那拆掉之后 这里有很多画面 因为他们一台一台车拆掉 然后拆掉之后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说 我们真的没办法做到这样 因为为什么 他说里面很多的部分原件 都是来自中国做 那中国做 他本来成本就比较低 日本可能很怕 可能难以这个仿效 而且他们拆的过程里面说 因为他们很多汉字 他们其实不了解 所以他们还用这个月薪 4.2万的这个状况来 聘用整个中国留学生 来翻译这个文件上面的一些 中文的这个翻译 所以事实上 日本是真的很认真在研究 比亚迪到底你是怎么办 到了一个状况 这说明什么 说明了就是造车霸权日本 被超越的那种恐惧 不然这么大费车张 猜你比较给野车做啥呢 更大的恐惧在这个地方 他们挖人的这个动作 就是迅猛的 把我培养一辈子的造车精英 打包走了 对 事实上这个对日本来说 压力也非常大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事实上日本的人才 都一直是大家想要挖的 所以周边很多国家 过去就是靠挖日本的人才崛起 比如我讲个例子 韩国 韩国在原本的这个 D-RAM产业里面 Netfresh产业 甚至在LCD面板 为什么它能够崛起 它就是挖了很多大量的 日本的人才过去 那现在呢 日本的汽车业 是不是过去是非常厉害 现在一样 中国的造车新势力 它就挖你日本的那些人才过去 把它挖过来 这里面来说的话 日本有整理出非常多 你看他就 转投中国汽车厂商的 这个主要日本技术人员 其中有一个叫做 这个圣佑正人这个人 圣佑正人这个人呢 就是里面我们讲到这个人 他事实上是负责 这个品质管理 很多人都把它叫做什么 他是Camry之父 Camry之父 他一跑到这个广汽去 那你跟我讲 还有很多日产的人员 那我们知道 日产过去一段时间 被人家称为叫做 技术的日产 你说日产的技术 是首屈一指的 所以你看 他们把丰田的 品质管理的这个工程师 还有这个首席工程师 还有日产的这个电动车 研发人 全部都挖到中国汽车去 所以就说 为什么中国汽车 能够这几年 能够那么快速的崛起 某些程度来说 他们获得了日本高阶工程师的 这个醍醐灌顶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好 我们今天回到 4月份的车子的销售的成绩 Lussian M7 毫无悬念拿下了 国内电动车的 霸主 榜首 问题是 你现在还能称你是台湾 市场的最便宜电动车 以后可不一定是你 来看看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平驾车 杀到多凶 对 没错 过去一段时间在台湾的汽车市场里面 日系车真的是非常厉害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几个新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电动车 我非常开心看到这件事 至少我们台湾电动车开始在 而且出货开始大增 这里面来说当然就是纳智杰的N7这台车 那纳智杰这台车 拿在整个销售排行榜里面来说 它排到第五 但是它其实是我们国内电动车的第一名 它赢了特斯拉 它销售量是1055辆 当然我们希望说 接下来的红华先进能够更快的交车出来 让它今年的这个业绩更好 另外一个 我看过去一段时间 你看都是什么Toyota霸榜 这都没有话说 Toyota或是Honda这些汽车霸榜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MG的HS 它居然也是我们国内的 这个总车子的销售量的第二名 而且它是中型休旅车的第一名 好 那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呢 MGHS这是由中华车所做的 那事实上MG的是中国品牌 所以告诉你中国品牌已经慢慢的 还有电动车已经在台湾形成一个风潮 那中国品牌跟电动车 那两个当然就是中国的汽车 可能会崛起的一个证明 丰田原本是以这个氢燃油车为主 但它现在也觉得说不行 我好像也会要压住某些部分在电动车 所以现在的这个丰田的策略是说 那我既然拼不过你 那我跟你合作总可以吧 所以到目前为止 前一阵子刚好在举行北京车展的时候 丰田跟比亚迪他们合作发表所谓的BZ3C的跑旅 还有BZ3X的七人座的SUV 也就是说这个车是Toyota丰田 跟这个比亚迪互相合作的 那预估说尤其是这个车子来说的话 预估销售量大概是90万元起 那去年开始的时候 这个丰田已经在台湾注册BZ3X 还有BZ3C的商标 所以有可能他会把这个车子 引进到台湾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那所以你知道 不只是Toyota 他还带着这个 那当然日本厂商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想说你这样来拼的话 那尤其是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对于这个中国的汽车 这个电动车 我们还没有允许他来 所以这时候变成是日本的电动车 他一定要抢在这个时候要来台湾 所以你知道除了这个 为什么Toyota要把这台车引进来 另外第二个是 因为我们知道在Honda Honda在泰国有一个Honda 1N1的这台车 那他在泰国的销售量是74.9万 那结果Honda也说 那好吧 趁着中国车还没大举押进到台湾之后 我也把这个东西拿到台湾来 所以去年已经在台湾注册商标 今年也可能来到台湾上市的一个状况 所以Toyota来了 Honda来了 Mazda当然也不能够幸免于歪 我们讲到Honda跟这个Toyota之外 Mazda也是 Mazda他在北京车展的时候发表 这个Mazda6的这个接班 EZ6就电动化 那预估的这个销售量可以到90万台匹期 那别准备 未来也可能会引进到台湾 所以我就讲 在中国厂商还没大举押进台湾之前 我们可能会先接受到 这个日本电动车大举来台 当然了 对NCM来说的话 先要扛住这个日本厂商大举来台的一个状况 在台积电法说会上 魏哲家讲出了全球半导体不如预期 特别点名的包含手机 包含了PC 包含了车用电子 但是台积电还有AI需求独称 魏哲家口中的车用电子 大白话说就是特斯拉啦 欧洲上个月的销售居然暴跌了35% 但这恐怕还不是最惨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说穿的就是特斯拉杀手比亚迪 一连串的低价场是看到效果了 另外一方面 比亚迪正在复制名车的外形 想要高卖 装高上吗 而消费者会买单吗 这个劝项哥我们坦白讲 有时候人有衰 人哪衰 进博谁才贵 为什么这么讲 这就是特斯拉现在最惨的状况 首先第一个 你刚刚讲的那个叫做晶片的问题 半导体的试况不乐观 但与此同时特斯拉这个叫做背负受敌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国内可能要避讳到 有一些在所谓的中国生产相关的零组件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在中国上的车市 他又遭到我们讲 比亚迪也好 小米也好 各方的夹击 所以有够倒霉 来各位 今年的特斯拉我们讲已经跌了四成 但你以为吗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往下 为什么这样讲 马斯克的他的身价 增发了大概592亿美金左右 但是各位注意到了 欧洲销量竟然暴减了35% 我直接给各位答案 为什么会减35 就是因为遭到中国车市的打击 因为现在欧洲的大幅度的引进 来自于中国的各式各款各样的电动车 甚至包括他们下周即将要公布Q1的财报 但是目标价还没有公布之前 已经被砍了20% 从225块只剩下180块 225块 180块 你觉得这样已经到谷底吗 坦白讲 特斯拉卖到180 因为我是一路看他股价 够惨了 还会更惨吗 可能还会更惨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你要从他的整个里面内部去观察 一家公司是最准的 现在特斯拉讲 已经高达了1万人遭到裁员 而且各位 来哦 仔细看哦 中国销售部门就是重灾区 有没有 就是遭到中国车市的打击嘛 甚至更离谱的是什么 因为特斯拉以前 他们都有带这种识别证 他们非常的重视资安 所以当他们走进去里面的时候 原本有这种警卫大哥 我看一看 你是我们特斯拉的人 好就放你进去 但现在发现状况 不对 我如果去仔细 大家都在排队 大家要排队 就他们就跟着排排排 排两个小时后才知道要干嘛 俊阳哥 要fire人啊 要fire人在那排队 排到现场你还不知道 当然嘛 因为原本是你识别证 你有就好了 我就让你进去嘛 现在是要一个扫 灯扫过去 绿灯 你会这样进去 灯红灯 不好意思 你让人fire 请去旁边排队 逼不进去那一刻 我才知道我被fire了 对 你知道这离谱在这边吗 而且你知道吗 排多么凶狠 他等于说逼了这种 红灯 然后你旁边排 想说到我要排去哪里 旁边就准备一台专车 你要排着滚出远区 马上就叫你滚蛋嘛 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员工了 而且哪有人用这种fire方式的 等到你早上去上班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自己下一秒 还要逼过之后 才知道原来我已经失去工作了 好 我们讲到特斯拉为什么卖不动 卖输比亚迪 当然除了比亚迪的低价的策略之外 你自己的品质 经不经得起考验 还是你早就被消费者给你背离了呢 对没有错 因为以前大家对特斯拉 有一种精品的想象 就像我手机拿iPhone 我觉得特别有这种优越感 那以前开特斯拉优越感 但现在越来越没有 为什么 因为理由在特斯拉自己的品质 也出了问题 现在看到这方面 这是在露什么 洩漏出这种蓝色液 直接跟我讲冷却液 那你说冷却液这个管线 缝起来 强力胶黏着 不就没事了吗 没有 就有车主发现这种状况 你看泄露这一摊蓝色的观众朋友 你猜猜看他要赔多少钱 结果他去做检验 跟他说不好意思 因为你这个管子 跟我们的电池 整个都是焊接地做会 所以你要整颗电池都换掉 对 60万70万 那就是宇轩逃脱了 告诉我 人哪衰 健博啊 生的菜归 现在马斯克最恨的 应该就是步步进逼的比亚迪了 对没有错 我刚刚各位讲 中国的市场 为什么讲说到了欧洲 销量锐减35% 这个我们讲5成以上 应该都是被比亚迪整的 比亚迪到底有多厉害 之前跟各位介绍过 一台车子卖到给你35万台币 36万台币 这个还不够厉害吗 而且现在过去 原本Elon Marks 瞧不起这个对手 他这什么比亚迪 结果没有想到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特斯拉杀手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低价策略 大家觉得逗效啊 反正我买你的这个车况 也没有多好 品质也没多加 然后一个小时后谈一下 我就要赔60万70万 我干脆去买一台35万块的车子 所以即便是这样 但是比亚迪的问题 坦白说 比特斯拉还更严重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讲 中国现在平均呢 每天你猜猜看 有几艘电动车会自然 俊逸哥 两架 五架 十 十架的电动车会烧起来啊 十台哦 各位 十台一年烧3000台哦 吓死人 所以到处都在烧 而且他们讲的 甚至有全新的哦 各位 未拆封的哦 直接开在路上 还不是开 运送 坐好好人给他载 运送到一半 就这把火啊 就要看到卫兵 我跟你讲啊 你看啊 因为它上面全部很多 这是新车嘛 运送到一半 可能太阳照一照 也不知道心情不好 怎么样 你就捏起来 换路啊 整台比亚迪全新的 就这样烧起来 所以他们现在担心说 恐怕比亚迪的问题哦 不是烧不烧的问题 而是早烧 晚烧 何时 终究都会烧的问题 好 听完这个 雨萱的论述 再看那个画面 你就想说 哦 我知道 你想说 上迷没后悔 比亚迪也料到 我们会这么想 哎 他有种高级路线呢 所以比亚迪狠在这边 他用低价车款 把特斯拉给打趴 但与此同时 这种大量倾销的是一部分 他又额外的创造一个 叫做高阶市场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各位啊 你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画面 这个是比亚迪新推出的 Super9 Super9 看起来还蛮不错啊 超跑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各位你知不知道英国 有个超跑品牌 叫Ostron Martin 哦对 这个Ostron Martin 来来来来 左右对比一下 开我玩笑啊 什么两个 长得根本一模一样 搞什么东西啊 一模模一样 而且我跟各位保证 价格绝对比Ostron Martin低 那你说 这个是偶然吧 这个是巧遇吧 绝对不是刻意的 没有 真的是刻意 为什么 因为他另外跟宾室 Benz合作的一款 叫腾室的Z9GT 来 就会你现在看到画面 有没有感觉到 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熟悉 有 想不起来 我直接跟你讲答案 他就是跟一样 保证捷 Polomera的Sports 一样 长得几乎一模模一样样 那开我什么玩笑 来我们左右对框看一下 哎拜托 多一台多一台 我把牌子遮住 分不出来 左边是保证捷吗 确定吗 你要确定吗 我不跟你讲话 你自己猜猜看 所以他们讲又是自尽 但你想 这个一台是超跑 一个算是我们这种豪华的 这种运动型的 这应该算是房车吧 对不对 但不好意思 连我们讲越野车 连这种大型的 也要自尽 也自尽 我想最近路上 大家很喜欢看一台车 叫Defender Range Rover Defender 就你想想各位看看 右边是Defender 这我知道 左边也是Defender 只是size不一样 你要确定 再仔细看看 左边的真的是Defender吗 好像不是 结果又是 我们讲比亚迪的仰望U8 他们怎么又跟Range Rover Defender长得一模模一样样 所以各位 你想想看 你这样搞 它如果价格 只要你的二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 就如同小米卖的 那一台跟保时捷很像 米时捷 对对对 应该是台棍 我没有记错的话 搞什么东西 天下大乱好不好 武器爆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武器爆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武器爆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篇 花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